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就是DSE2023年的PayPal1第8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In the Figure 在圖裡的A B N A C D 即是這兩條線 E條和這一條 就是Intercept at the point E 即是說這一點 它就說It is given that 現在就是AC 即是這一條 還有就是DB 即是這一條 就是Parallel 好 再看看A part 先說明送分 就是Proof Data 證明一下就是什麼 就是三角形ACE 就會是 similar to三角形BDE 好 事不宜遲 先說吧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好先進 按按鈕 整幅圖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期待可以看著做 省點時間 真心非常方便 OK A part 我們直接在這裏 好噁心 先寫好一點 A part 我們直接在這裏 不過我也想說一下圖 我加工了一點點東西 我就叫了這個三角形ACE 做黃色 油了它做黃色 另外這個三角形BDE 就是油了做橙色 方便我們待會講解 OK嗎 好了 直接來吧 不要做那麼多 就是IN 這個三角形ACE 方便你們溫習 或者我講解 我給你一個highlight 這個就是黃色的highlight OK 好了 就是N 還有就是三角形 就是BDE 如果用我的color 我就用了橙色去表示 OK 就是在這兩個三角形 那裏 寫好一點點 OK 好 現在就是我看到三角形 第一樣就是由於 我看到這裏有平衡 因為題目講的 我都錄在圖上 OK 第一樣我就會告訴別人 就是角度 不如我寫著說 好嗎 就是角度ACE 就會是等於角度 就是BDE 原因當然就是 我寫在下面 不是幾個位 就是Alternate Angle 就是AC 就是paralleled to這個db 中文的同學 就是錯覺 就是AC平衡於db OK 可以嗎 那為什麼呢 原因這裏有平衡 我們會看到的 就是這裏有個 Z字形 是不是 這兩隻角 斷鼓都一樣 所以直角度ACE 就會是等於直角度 BDE 就是這個 OK 原因就是錯覺 就是Alternate Angle 就是AC paralleled to這個db AC平衡於db OK 好了 你們也會看到 由於平衡性的關係 直角度是ACE 這兩隻角度 就會等於直角度 db 當然 原因也是 Alternate Angle 就是錯覺 中文叫做 就是AC 就會paralleled to這個db OK 即是說 這裡有一個 調轉了的Z字形 看到嗎 這兩隻角 理論上就是一樣的 OK 那麼 最後 我們也看到 就是這個角 和這個角 應該都是一樣的 即是哪兩隻 就是直角度 AEC 就會是等於直角度 BED 好噁心 小一點 原因就是 在下面寫 就是Vertical Opposite Angle 所以我們也有心理有數 由於這三個角 這三個角 相對應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有心理有數 即是角度 ACE sorry 是三角形ACE 即是黃色這個三角形 就會是 similar to 即是相似於 中文叫做相似於 就是三角形 BDE 好噁心 當然 原因就是AAA 三個角都一樣 是嗎 原因就是AAA 那就 搞定了 這個就是AAA的答案 OK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再去B 還有一些位置 我們在下面做 好 B part 看看他問什麼 看看 給我們一些資料 看看 看一看 他就說 Suppose that AB 就是20cm AB就是這裡全長 好 另外就是AC AC AC 就是這條 就是10cm 還有就是BD 就是這條 就是15cm 還有就是CE 就是這條 就是7cm 他就問我們 Is 就是三角形BDE 就是這個三角形 A Right Angled Triangle 這個是不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他叫我們explain your answer OK 叫我解釋一下答案 OK 好了 事不宜遲 直接在這裡搞B part B part 如果你問我 真心 我自己的方法 就不如先來解釋一下 好嗎 我會解釋 不如AE 就會等於X這麼多cm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不如套回資料下去 這條題目有說過 首先我就解釋這個做Xcm 不如我拿了綠色筆 這個就是X這麼多cm 而事實上 題目給我們一些資料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整條A Boy是20cm 即是這條是20cm 所以其實如果AE是長X的話 這條全長是20cm 全長 全長 再減回X 這麼多cm 即是這條是20-X這麼長 即是這條是20-X這麼長 另外還有就是BD 就是15cm 它提及它給我們 我先把圖片放在圖上 另外還有一個CE 就是7cm 不如我們再拆開它 這個是7cm 對了 我們正式來的 我現在看看 由於我們心裡有數 在A版裏做過什麼 就是這兩個三明明明的 黃色和橙色的兩個三明明明 是相似的 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心裡有數 還挺明顯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由於 或者我直接這樣寫 就是那個三角形 ACE 是跟這個三角形 BDE 即是黃色的三角形 和橙色的三角形 是同樣的 原因 就是由於 Prove that in A 或者我不是很足夠的位置 寫在下面 由於 就Prove that in A 在A part都已經證明了 所以我們心裡有數 就是 就是 我們會知道的 就是AC 其實我們也對到位 可以看到 AC 12 就是對BD 另外還有就是 23 就是CE 看到嗎? 就是對DE 所以簡單一點說 我們對位 就是AC 就是Over 12 相對應於12 就是BD 就會是等於 好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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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應該是13 AE 就對這個 BE 13 對13 對了 就是 AE 就 over BE 如果我們要寫原因的話 就當然是 corresponding size 中文同學等我待會 就 就 Similar Triangles OK 中文同學就是 叫做 雙似三個型的對應變 OK 可以嗎? 重複雙似三個型的對應變 我們套回這些資料下去 很明顯 AC 換言之 現在我們知道 就是AC 是10 再Over 下面的BD 你看回圖也看到 就是15 就等於 AE AE 就是我更加了 X 所以 再 再 Over 下面 是 寫長一點 對 先畫長一點 好 好了 BE就是 剛才也說過 20 X 然後 沒有他 不如這樣 先把東西弄好 可以弄好 那 我拿一支 綠色筆 也可以 10 和15 也有約 用5約 5,2 只有10 5,3,15 所以我們 整個去召善成的情況下 把20-X 整個去2 把3 整個去X 上面 所以 簡單來說 就是 2 再乘2 20-X 那就等於 3X 好了 之後我們做少少偉大的基本功 就是把拆庫戶 就是把兩個電柱放進去 把2放進去 第一個電柱出 2乘20就是40 好了 正負得負就是減 然後 2乘20-X 就是2X 那就等於 3X 即是 換句話來講 我自己就會把 2X 加2X 所以 3X加2X 就是5X 即是40 就等於 5X 好了 左右兩邊都可以約 5 1 5 8 中40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是1 這個是8 就是 最後答案 我們會出的 X 其實就是 8 就是簡單來說 現在我們可以更新資料 這裡 我們就不寫 X CM 即是在圖裏 這個就是 8CM 而這裡 我們就不寫 20-X 那麼多CM 即X是8 所以 20-8 20-8 就是12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12CM OK 可以嗎 好 我們繼續下去 同你們 同樣 有中文的同學 叫做同你們 OK 我不是很足夠的 不如我 就在這裡 割開螢光幕 好 我們繼續在螢光幕的右邊 這裡 我們繼續做下去 即是把這裡移私上來 繼續做 OK 好 那就繼續去 SIMALE 我們也可以用 相似三銘的 對應邊 英文叫做 Corresponding Size SIMA Triangle 你會發現 其實就是 CE 這邊 再超過 DE 這邊 其實他們的比例 就等於 AC 超過 BD 原因 剛才也說過 就是 Corresponding Size 英文 先 就 SIMA Triangle OK 中文的同學 就是相似三銘的 對應邊 我回到資料 在圖上看到 CE是7 另外 下面 DE DE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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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照射 其實我們的目標 就是想找DE OK 就等於 AC AC 就是10 再超過 BD BD就是15 事實上 我們也可以約一約 10和15是約的 用5約 52 10 53 15 所以這位是52 53 是15 在交叉相成的情況下 把除3 調改變成3 即是7 3 21 好 就等於 這邊留著2 然後把除DE 調改變成D 所以就是 乘D 之後我們把乘2 調改變成2 即是21 除2 即是10.5 所以 等好在兩邊斷轉 寫的情況下 即是DE 等於 你可以用份數表示 我用點數算 這次 方便一點 即是10.5 OK 即是 我心裡有數 即是現在我知道的 拿著綠色筆更新的資料 即是 DE 就是 在這幅圖上 就是 10.5 你不要忘記初心 其實你想做什麼 這題目問我們 就是 IS 三角形 BDE 即是橙色的三角形 它究竟是否一個 right angular triangle 是否一個直角三角形 是否 我們試試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接下來我會用這個converse of particle theorem 即是 不是定理 亦定理 最有機會是誰是直角 誰是斜邊 在這個三角形 在這個三角形 是否 不如我先記錄一下 就是 IN 三角形 就是 BDE 在這個橙色三角形 最有可能是斜邊 斜邊 一定是最長的一條 最有可能就是 這條 是嗎 它是最長 這個是10.5 這個是12 這條 如果 這條 最有可能是斜邊 而對著 那隻角 就 看看它是否是直角 可以嗎 所以我們看看 這隻角是否是直角 即是 這隻角是否是直角 那怎樣看 其實只要 它們的邊場比例 符合 某些關係 便可以 是嗎 邊場比例符合 某些關係 我們試試它 由於我們看的是一樣 用不是定理 亦定理 converse of particle theorem 首先我們看看這兩條線 它們的二次方 加起來是多少 即是說 DE 的二次 再加一個 嘩 很噁心 BE 它的二次 做一做看看它們是多少 DE 就是10.5 是嗎 就按照明白 就是10.5 整塊是二次 再加 于 不 是 一個 器人的二次 所以在這裏出來,如果魚毛以外按機,我們會發現這個是254.25 可以用份數表示,不過我懶豬豬,我用少數算了 另外,我亦都看看,就是這條是斜邊 最後可能是斜邊,因為它是最長的 我們看看它的二次是多少 就是這條叫D,寫好一點點 這條是db,db的二次,其實就等於db的15,即是15的二次 15的二次這樣按機,其實心算都知道 或者不用按機,就是225 鑑於我們看到,db的二次加db的二次是254.25 而db的二次是225 這兩個數字都不等於,所以我們都可以判死刑 所以 我們就可以告訴別人,就是那個三角形 BDE,即是那個橙色三角形 就,指出這條形 不是大條形的三角形 中文的同學,所以橙色的三角形 BDE不是直角三角形 原因當然要豁返給別人,下面寫就是converse 或者後面也夠位,下面 converse of particular theorem 中文的同學,就是不是定理的逆定理 我重複一下,就是不是定理的逆定理 中文的同學,自己寫吧 好,終於完成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好,這就是詳細的題目給你們看 好,至於後面這一頁,就是詳細的答案 A part B part 好,檢查一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到這裡了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吧 拜拜 拜拜